吃货们除了善于发现美食,还善于研究各种方式享受美食,这不,国外一小哥就要用一拉罐自制一整套烧烤厨具,只见他将一拉罐切割成了两半,并在其底部用剪刀钻了一个大洞,然后卷了一小捆白线,将其包裹在了一片一拉罐中,再塞进洞里进行合并固定,接着在另一个一拉罐上划出了好几条线,沿着记号裁剪下来后变成空门,固定在之前的一拉罐上方,一个小道具就做好了,之后又拿出了两个一拉罐, 将其中一个竖着切割成了两半,在另一个上划出了许多不同的弧形线条,然后用小刀一点一点裁剪下来,将一半一拉罐放上去折叠起来固定好,最后将一根小铁丝不停弯折成许多条,作为叛考的支撑架,不得不说这手艺是真的牛啊,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大功告成了,接下来小哥将酒精、碳火块分别倒进了厨具中,看起来也真的是像模像样呢,倒上一些食用油,再用火柴将其点燃,将一次把早就准备好的美食,分门别类的 放好开始煮了,看着就感觉特别有食欲啊,最后再配上点啤酒,沾上各种酱料,简直不要太幸福满足啊,剑多试管的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,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感谢你的观看,比心